今天我们看到东方日报的其中一个主要新闻 写出什么呢 林冠英就呼吁槟城新东党代表支持 支持什么呢 他点名曹关友成为首长的接班人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成为政治迫害的牺牲品的话 他就点名曹关友代替他成为兵州首席部长 而且他也有强调说要为了证明行动党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团队组成的政党 所以无论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兵州以及行动党都会继续斗争下去 他指名曹关友与这个做法 其实是我觉得还算是比较聪明明智的做法吧 应该这么说 最起码他解决了党内的一些揣测 然后有一些可能党派系的斗争 你说但他同一个时间可能也挑起了某一些人士的一些不满党内 可能有些人觉得说不支持朝关友 有些人更支持其他人当上兵森首长 因为我们要理解一个情况 现在行动党里面的权力斗争 究竟有没有像人家外面讲的我们不知道 只是说在过去的一些谈论里头都会听到不同的这种说法 就是说有些就可能有人派天兵到兵城去 因为担心林冠英可能坐牢 那兵城首长的人选是谁谁谁 这样子大家其实更关注的不是林冠英坐牢 他坐不坐牢大家没有那么关注 反而担心的是谁坐上了这个位置 其实也很明显他会选这个朝关友 自从他出世以后他都一直把朝关友带在身边 就已经很明显的说明 其实他是要点名他出任下一季的那个首长 是但朝关友他还不属于百分百中央派的 所谓中央派就是属于林冠英 林吉祥 还有这个谁呢 陆兆福他们那几个等等 那朝关友他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北部他势力是比较大的 所以当然我就觉得他做这个选择 我个人觉得说林冠英做这个选择 这样子来声明 对于行动党来说 他算是我觉得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为什么呢 我就说了朝关友本身在槟城 有那么强大的势力 如果你想想一下他点名的不是朝关友 是其他人不是在槟城的行动党 其他人 我觉得一定翻天覆地了到时候 最起码现在稳住了槟城的军心 槟城的军心是稳住了 那如果真的假设发生了什么冬瓜豆腐 那最起码是稳住军心 不会乱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行动党也好 只是我想说就是为什么是由他来点名呢 因为他是现任的首帐 是说他点名人家就一定要支持了吗 其实也不一定啊 他点名的话就是一定是那个人上 也不一定啊 不是要经过投票了吗 经过推选吧 应该不是说投票是推选上来的 对啊我说啊 那他点名有什么意义其实 没有啊 纯粹只是想要让人家发现 就是我是支持超官有商人的 就看你们要不要支持 但是因为可能他也觉得说 他自己本身有很多的支持者 就很多民众都支持他 那如果他要给这个超官有商人的话 那如果他由他说出来的话 这样他支持率就会比较高啊 也可能啊 就是他被葫芦里卖了什么药 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但我想说的是他做的这个举动呢 我看起来最起码先稳定了 宾州的一些军心 因为宾城大部分还是属于超官有的 派系的会比较多 支持超官有的 对啊那如果超官有做首长 就好办事了 就对他们来说可能比较好办事 对啊 我只是在怀疑他们能不能就是 可以就是说就是就是 在背后垂帘听证了 是变成了是一个 哎我叫你做这个 你就帮我执行 还是怎么样 还是不是啊 他要做的 我没有办法控制 还是已经谈好了 我们不知道 只是说是 只是说这个点名的这个事件呢 虽然说他没有存在的 这个实际上的利益 但是他可以最起码让人家看到说 这个林冠英呢 他做了这样子一个举动 可能目的就是要稳定这个军心的 同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这只是假设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同样的会有支持中央派的 也有对超官有派系不合的 说会不会这个就是他反而就是将计就计的一种策略 有可能啊 让更多人可以站出来 然后为他斗争 就让他不要不会就为他斗争 有有有这个可能 这个可能性也存在 而且是他甚至现在点名的超官有派系也要更支持他 对啊 更支持他你不可以让他去坐牢啊 那就有更多人 那就有更多支持者 对如果你让他去坐牢的话 你就你不计辞他 就是说哎你怀有私心啦 你这等着要坐我这个位置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我们在说啦 对啊 在天马行空的胡说八道在这边 那我们节目是天马行空啊 对啊 我们不谈这个 我们谈红一人 这个红一人呢 之前说去了去了那个哪里啊 对不对 对对对当马来西亚基尼 做一个思维机会 对我看了这个影片这个视频 我还是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不是笑他们 我是笑我看的那很好笑的部分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好笑的 就那个他们在表演马来武术 然后有有好几个蒙着脸的 就表演那个马来武术那边 首舞主导的 首舞主导的 那个不是他做的 是他做的吗 蛤 是红一人啊 这就是所谓的红一人做的 他们在表演马来武术 然后就有人拿那个木条木棍 去敲打这些人身上 然后打断 就好像 你看过华人的这个宗教这个信仰 民间信仰啊 有这个基同的嘛 对不对 请一些力量 可能是神啊 什么力量 神仙上升过后 可能可以踩图钉啊 刀砍不怕那个针穿 那个什么大宝生机也有吧 对对 用针穿嘴巴穿身体的那种情况 我就觉得这个有一点类似 我在想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就是 这个马来武术 就好像气功 那样的 他就有神功护体 我看很像是有打那个棍子打人 打还打断那个木条的那种 这样敲 然后那边 收武术倒的那狂 狂吼啊 然后被人摆来摆去 甚至有些好像自己跌倒 就那头圈子 很搞笑 真的是很搞笑 其实我想问他做这个影片 用一次 就是根据他们的说法 就是 这个是 对 根据加码的说法 我说红衣人的加码 不是联台加码 根据红衣人加码的说法 就是 我们要让人家知道 我们这个阵营里面 有很多是会武术的 所以我们绝对能把你们摧毁和击垮 他的用意就是说 我是有功夫在身 你不要对我乱来 我是有神功护体的 闪功舞台 是这样子 是吧 所以就不用怕 他是这样子的 这个做法 但是我想 OK我们回到这个 不说这个好笑 所以他们去当今大马示威 嗯 这个 我觉得 好奇怪 我能不能选择这个当今大马 当然 可能他背后原因 他是说 就是我们表面的原因 明白的就是说 因为 当今大马 又有 这个 有人传言说 有外资进来 然后这个外资呢 就是索罗斯 就是 之前 传言 引起 马来西亚经济大风暴的 那个人 OK 虽然说有证实的事 但是 那个证实的是 在财经方面的 是不是 我不确定 所以我只能说 有这样子的说法了 好 我是张多士塔 就说这个资金进来 然后这个当今大马呢 又 又很多报道 关于 那个 Berset 竞选盟 他就说是支持竞选盟 他们没有自己说 是人家看起来 像觉得当今大马 支持竞选盟 所以洪怡人就不满了 就到这个 去集会 要摧毁整个 这个媒体 就觉得洪怡人 没做傻事 我想说的就是 你看看起来像傻事 对不对 所以我想说就是我的疑问 是 为什么他们 难道他们不知道 是傻事吗 我觉得知道 我觉得是知道 只是他们选择了这一步棋 我就很好奇 他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了 因为很明显 你明知道你去到这个 当今大马是媒体 它是属于媒体 那你现在 而且它是有记者 是正式 是有媒体 有媒体的那个 整个运作模式的 这个系统的 所以你现在 拉大队到媒体的 这个地方 你说你要摧毁整个媒体 怎么可能 不是说可不可能 首先我想 我想讨论的是 你作为这个 你应该知道 这个社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然你不会说 你去针对竞选 你知道言论自由 这些事情 什么都你应该都了解的 我当做是了解的 我其实当做那些红衣人 很多可能里面的人 不了解 但是你在上面的 这些领导人都知道 都是做教育 有知识的人士 他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他们也应该清楚知道 当你去针对媒体 你会面对什么现象 人家会说 你打压新闻自由 打压言论自由 而且你很不应该 你得到的 基本上是负面的 这个说法 这即使在国际上 也不讨好的 但是你为什么选择 做这一步呢 这个就是我的疑问 他要红 他已经很红了 他这个是做给谁看 如果是我这么想 他做给谁看 看了过 他希望看了这班人 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反应 这个反应 是不是在他预期之中的 我觉得去到当今大马 示威这些事情 目的不是真的要摧毁当今大马 因为他们知道是不可能 他们反而就是要的是一个结果 而那个结果是要做给一些人看 那他们希望看的人 会有一些反应 那这个反应是什么反应呢 我感觉你说的诡异 这个就是很多疑问 让你们去想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我个人觉得的一个东西 然后你看 你看现在连凯里和他们 都好像走得很近最近 是吗 有照片出来啊 什么东西一大堆的这个传闻 然后现在凯里就说 这个红一人示威啊 可能是因为资金来源可疑啊 他好像 总之他他感觉上凯里好像是站在 这个红一人这边帮红一人说话的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那个 因为现在很多在整个世界会觉得凯里 好像很开明啊 大家很喜欢凯里啊 然后突然间凯里就站在红一人这边 可是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真正的说他是跟他在一起 他当然没有说 但是你看他的言论 你就会媒体的报导的方式 会让你觉得凯里就站在他们那边 是吧 你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又是我另外疑问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种感觉 给你有这种感觉凯里就站在他们那边 就他他要引起就是对希望凯里的人去支持他 呃我不是这么看哦 我倒觉得说就是他当中呢 不是那么简单而已 应该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 ok呃你之前对凯里印象很好 然后凯里本身也让你觉得他好像是很开明啊 不是这样子极端的 但是突然间 哎 这个红一人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有让人觉得说 呃可能会有一种动摇 哦 原来呃 凯里如果是开明 那他去指红一人 那红一人其实可能也不是极端 是有原因的 会不会是这么想 另外一种方式 嗯 所以这种这些可能性都都在存在 你知道 呃 但是你看说到这个红一人 又有一则短短片视频 是讲柔佛周王族的 嗯 他在面子书上呢 就呃 用这个枪啊 就开了几枪 开七枪哦 那就开了这个几枪 那这个几枪是是在什么样 其实整个视频是这样子的 他前面就看我刚才说那个马来人表演武术的 这个红一人表演武术 然后下一个镜头就切换到这个王族呢 就拿着枪 连轰了几枪 嗯 就对着前面轰了几枪 是 他画面的剪接就让你感觉到他是对红一人开枪 对 那种剪接的方式 但是实际上 他并没有真正对红一人开枪 只是让你剪接让你觉得是这样子 然后就就呃 整个出来的新闻呢 就说哦 王族枪击红一人要跟红一人划清界限 我整个视频看完过后 我没看到王族说要划清界限 对啊 只是剪接他让你有这种感觉 你别忘了就是整个柔佛州的这个王室呢 也说了禁止集会 嗯 无论是竞选盟或是红一人集会 他们都禁止 对 他也劝告竞选盟不要集会 其实我觉得 整个东西都有很多 他有他对的地方 有对的地方 也有很多想象空间的地方 是 所以我觉得从 有太多的疑问了 在我脑中 我还 我没有办法去暂时去理清一个头 一个思绪说 为什么有那么多很 奇奇怪怪的那种 好像你看起来 哎 你会问自己很多问题 为什么他们这样做 就像你说 傻事 那我会觉得傻事呢 奇怪你你不是不知道这个是没有结果的 对啊 而且是要召集这么多人一起干同一件傻事 哦 所以这这这些呢 都值得我们去探讨和思考 也许会让你理出不同的这个看法和角度 针对事情 那你就把事情看得更清楚的时候 你就知道 哎 金选盟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红一人 葫芦里卖的又是另一套什么药